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被取代 新顶流出现 张艺兴于视频一部电影爆红 说到王一博 绝对是娱乐圈的顶流小生 四年前凭借蓝忘机这个角色出圈 这么多年 演艺之路混得是风生水起 影视资源也越来越好 走红以后 和赵丽颖合作了有匪 虽然剧情被改得乱七八糟 但是两人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 如今 王一博将工作重点放在了大荧幕上 今年上映了三部电影 依旧是热烈长空之王无名 这几部电影的票房相差不大 都是在久亦徘徊 当然热烈还处于热映期间 所以暂时我们还不能预估最后的票房 原本 王一博凭借这几部电影 在一众流量小生里面 算是非常不错的男艺人了 也凭借这几部电影作品 得到了主流圈的认可 只不过 今年暑期当 这个局势已经被打破了 王一博也被除名了 因为今年暑假张艺兴 于是成功出圈 于是和王一博同是95小生 还和王一博合作过长空之王 加上出演的风神 于是已经成功晋升了 如今新的流量四小生也出现了 而这一次 王一博并没有上榜 他们分别是易阳千玺 朱一龙 张艺兴 于是 易阳千玺和朱一龙都 是电影圈的实力派 流量票房都很好 于是凭借风神 张艺兴凭借孤注一掷 两人成功爆红 张艺兴出演的孤注一掷 从上映以来 票房一路飙升 如今 这部电影的票房 已经超过32亿 张艺兴仅凭借这一部电影 就登上了票房男主的宝座 你们最喜欢谁呢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